从整个行业来说 这个山坡可能是照着太阳 有的山坡是倾盆大雨 经过疫情之后 有一种劲儿 你好像你要把某种失去的时间 要抢回来的感觉 更想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弟兄们 每一个人都呈现出 希望能够一起躺的这么一种状态 一定是这个状态让你并不痛苦 而且你还很投入很喜欢 你才不觉得这是一种坚持 总会过去的是不是 再坚持一下 我们都说做动画的人是追梦人 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 至少要让自己作品保持在这样一个 比较好一些的水平线上 让我们的每个项目以精品的方式 呈现给观众 因为你只有一个好的内容 好的剧本 你才能有可能谈了好的演员 你没有这个钻研 你就不可能出了你的精品 花更多的时间来检讨 我们目前的现实生活 拍一个题材 你就会产生敬畏之心 就觉得自己懂得太爽了 导演拼的最后不是拼 拼到最后是拼你的歌曲 这个内容啊 魅力就在于它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它有无限的空间去让你发挥 最重要的点还是能够回归到一个普通观众 对于内容要求的初心 找到那个观众最爱看的 和我自己最想表达的中间的那个契合点 然后去实现它 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